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RIDER 非常感謝你們再度回到我的頻道 我們今天來繼續方舟寶可夢的冒險啦 今天我除了要跟以往一樣收服Pokemon之外 也是要去加強我目前後面這些隊伍的實力喔 那有觀眾在上一集也點出了我一直以來都忘記做的事情 就是我其實可以製作武器來跟Pokemon一起奮戰啊 我才恍然大悟 對齁 這個是方舟寶可夢 跟大家熟悉的寶可夢本來就不是一樣的東西啊 它主要還是以方舟為主嘛 不然我一直以來所做的生存的用意是什麼 當然不只是收服Pokemon而已啊 所以呢 像是我可以直接製作一把自視突擊步槍 然後把子彈做出來一起去打南方巨獸龍嘛 或者火力更大一點火箭發射器都給它做出來 這樣打南方巨獸龍再加上Pokemon的傷害 應該有辦法吧 我也不確定 因為已經打兩次都打失敗了 但是沒關係我覺得有事有機會好不好 所以我今天呢就還是要再去收集材料 然後製作一些可用的武器啦 那喜歡放作寶可夢的觀眾想要再看更多的話 可以先幫我影片點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觀眾也可以按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準備收入READ更新影片的動態囉 好那我現在正在製作大量的聚合物喔 因為我們要製作高火力的槍 所以需要這些素材 我是有打算先製作一把散彈槍 對散彈槍 它需要水泥聚合物跟金屬錠 然後還有制式突擊步槍 這兩把先做出來 然後再去生產他們的子彈 對子彈只需要火藥跟金屬錠 就慢慢去製作吧 這樣如果說我有好的武器之後 就可以協助Pokemon 一起去獵殺其他的恐龍了是不是 真的就忘記我可以幫忙了 呵呵 我想說只能靠Pokemon 想太多了 這款遊戲還是Arc方舟阿 對啊那我們就等它製作吧 OK 我們的散彈槍以及制式突擊步槍 都搞定了 那這樣就只差子彈了 我看一下喔 彈藥 我們要做這一個 高級步槍子彈 它需要火藥跟金屬錠 所以它需要蠻多金屬錠的 然後我們的散彈槍呢 它的彈藥是要簡易散彈槍子彈 它是要去我們的鐵匠台 來製作 看一下 這個這個 它也是需要火藥 然後還要再做簡易子彈跟金屬錠 好喔 這個就稍微有點麻煩了啦 但是沒關係 我們可以慢慢製作 先來想辦法弄個火藥 需要花一些時間喔 真的是 平常還好 有收集這些素材 來 這個把它全部丟到研磨器裡面 來來來 全部丟進去 我們要先做螢火粉 全部製作 那做完螢火粉之後呢 就要加上煤炭 就可以製作火藥了 煤炭我也有 全部把它丟進去 我記得研磨器好像有比較高級的裝置是不是 哪一個啊 這個這個 工業研磨機 之後我也要做這個 不然我們用研磨器這樣慢慢去磨啊 不知道要磨到什麼時候 這個工業研磨機應該會比較快 所以我們之後也是要提升一下 家裡面的設備喔 水晶要兩千個也太多了吧 金屬錠 要三千兩百個 我的天 只能慢慢處理了 2000年 好耶 完成啦 我們的四次突擊步槍 有將近兩百二十發左右的子彈喔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散彈槍 散彈槍子彈也是非常的多 一百多發啊 應該足夠我使用了吧 我們來去試一下 嘿嘿嘿嘿 試槍試槍 來找看看 我看一下傷害 我應該要把傷害的數字打開吧 欸 帥哥 借我射一下哈 啾 喔呦 哇 一下32 堆疊傷害 直接秒掉 可以喔 誰誰誰誰 誰打我 我怎麼剛才受傷了一下 有人打我 我真的沒看到人 算了 沒關係 這個是我們散彈槍的威力 那 自視突擊步槍呢 有沒有可以 標靶讓我瞄準試一下子彈的啊 老闆 欸這邊這邊這邊 小捷尼龜 算了不要打捷尼龜 我打這個好了 嘿嘿嘿嘿嘿 試一下試一下 喔32 啊這樣感覺我們用散彈槍好像比較集中啊 不然這樣慢慢射的話感覺還蠻耗子彈的 就 斟酌使用吧 要斟酌使用 那我們接下來 當然就是要來去訓練Pokemon 跟收服Pokemon了 對我們高火力的槍呢 只是為了讓我準備之後 跟我們的Pokemon合作受獵用的啦 平常不太會使用他們 出來吧 小噴噴 那 來照我們去看為什麼Pokemon可以收服啦 麻煩你了 附近看一下 不過我想要順便找一下他們的Mega進化石喔 對啊就是讓他們可以進化 那至於小噴噴我這一次我想要嘗試讓他變成Y進化耶 對因為我們第二季的時候老噴是X進化嘛 那我們這次的小噴噴呢就讓他Y進化吧 換一點花樣試試看 那我記得如果說拿到Mega進化石的話 我想要去打敗同樣類型的Pokemon喔 就是我們如果要拿到小噴噴的Mega進化石 那就要去打敗野生的噴火龍 我記得這附近 喔有有有前面有一隻 野生噴火龍 他在幹嘛 他在騷擾比雕 大比鳥 他們兩隻在對決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去抽個熱鬧 來啊 這樣打不到有點亂有點亂 哇他吐我他吐我噴射火焰 你吐我 那我要吐你 欸有欸有欸 哇我們的小噴噴 超猛的 直接把兩隻噴死 超兇超兇 來來來來 我們來拿一下小噴噴 看這個裡面有什麼進化石 看一下看一下 欸有點危險 剛好在這個半山腰 來喔 看一下 看一下 有嗎 欸有欸 喔水啦 剛好 剛好是Y進化石 太爽了太爽了 等一下 我記得 大比鳥也有Mega進化 來來來來 大比鳥的屍體咧 比鳥 在這邊在這邊 被那個 阿根廷巨嬰給咬爆了在這裡 只剩下一個包而已 阿沒有 他只有阿根廷巨嬰爪 哎呦 我要這個幹嘛咧 給我Mega進化石啊 可惜 大比鳥沒有噴石頭 沒關係 我們可以讓小噴噴Mega進化了 喔 耶 終於 好帥喔 其實Y噴也是蠻好看的啦 反正因為我們第二季常看到的就是插噴嘛 所以這一季都想說換個歪噴網網看 太帥了太帥了 呦呼 他的身形比較苗條啊 所以但是看起來真的是蠻帥的啦 耶 我們的第一隻 瓶子喔 我們自己的力量Mega進化 這個玩起來特別的有成就感喔 喔 欸 前面這邊好漂亮喔 一個小湖泊 然後是河梨的家是不是 看到他們在底下游泳 看起來是河梨的家 欸欸欸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這邊有一隻 這個是 火爆猴嗎 是火爆猴嗎 欸真的耶 而且是異色版的火爆猴耶 好酷喔 等一下小噴噴 你先回來你先回來 欸欸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 我要 我要收服這一隻 異色版火爆猴 超酷的 他拳套跟他的角角的顏色不一樣 我們就把他麻醉起來 那在最新的寶可夢珠子版本當中 我們的火爆猴還可以再進化對不對 他的進化好像是叫做 氣勢猴吧 我沒記錯的話 太酷了太酷了 不過 方舟寶可夢目前還沒有加入珠子的寶可夢 所以 氣勢猴呢 應該是看不到 喔耶 成功收服 異色版火爆猴 雖然我是覺得他原版的顏色比較好看 異色版那個全套變得有點綠綠的 有點不太OK 他這樣看起來真的超怪的有沒有 手腳的顏色 跟我們認知的火爆猴真的都不太一樣 如果說他可以再進化的話應該會再更好 然後我找時間來去跟我們的模組作者建議一下 看有沒有辦法讓他進化 然後我真的也是需要好好再擴大這個園區了 真的是好擁擠喔 嚇死人了 來啦來啦 等一下等一下 這一隻 為什麼有一隻異色版的 利歐露出現在我們家 哇好可愛喔 黃色的嗎 我要收服他 我要收服他 打不到我打不到我 收服你 哇一件 一件麻醉 哇你看連他的那個小圖案都是異色版的耶 好酷喔 直接收服 不用客氣了 裡面有你的同伴在等著你的 哎呦好可愛喔 兩隻顏色都不太一樣 欸你擋到了先生 先生先生借過 借過你擋到了 你看 其實做的蠻精緻的耶這個模組 對啊那一直有觀眾說 為什麼RID沒有展示招式喔 那其實我之前就已經有講過了 就是有一部分的Pokemon 他是有招式的 但是有很多呢 目前都還沒有製作完成 對那因為做的只有一個人喔 他有點分身乏術啊 他沒辦法一次製作太多東西 所以就只能慢慢等啊 希望有一天可以做出每一隻Pokemon的招式 對啊那這樣怎麼辦 有一隻異色版的利歐露耶 我幫我養他 把他進化成異色版的露卡利歐 他好抉擇喔 怎麼辦 各位給我一點想法好不好 對啊 我想要再練一隻 看有沒有辦法變成異色版的露卡利歐 對啊因為這個模組他有Mega露卡利歐 所以如果進化上去的話 應該也不錯 那這一隻露卡利歐 要被我替換下來的嗎 來換這一隻啦 重新再養一隻怎麼樣 OK那我剛才問了一下模組作者 就是要怎麼讓我們的假賀人蛙 變成小字版的假賀人蛙喔 對因為我在測試的伺服器當中 就是可以直接抓到嘛 但是我晃了老半天 就都是沒有找到野生的小字假賀人蛙 所以我就直接去問了模組作者喔 那這個是他開給我的伺服器啊 所以我想說那就來試試看吧 那就讓我們的假賀人蛙 要來變成小字版的 有了有了 小字版假賀人蛙 哇好帥喔 你看他那個頭上的那個顏色 還有他那個背部 他背部的那個手禮件 雖然跟我們熟悉的樣子好像不太一樣 但是這一隻呢 就是我們小字版假賀人蛙啦 好帥喔 太帥了太帥了 哇終於等到你了 有夠酷的啦 而且你看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也變成小字假賀人蛙了 然後還有他的那個點證圖 我們今天這兩隻 就是我們目前已經進化的強大戰力 歪噴以及小字假賀人蛙 那至於露卡利歐呢 我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了 我到底是要練原本的顏色呢 還是異色版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暫時告一段落 那今天這兩隻都已經進化完成了 我覺得下一集 應該沒意外的話 就可以帶著我們的武器 來去獵殺南方巨獸龍了有沒有 閃彈槍都準備好了 我應該還會再準備一把火箭炮啊 遠遠的就直接開轟這樣 那也別忘了幫影片給一個喜歡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出來吧 我真的覺得 那隻小鱷魚超可愛欸 可是進化 從三選一啊 草貓寶可夢 星夜喵 好像蠻